138 香港相報 高盛 暴跌終極牛市說法初 2015年7月15日金融證券A06 觀點在A 古暴跌說明牛市終極的言論甚囂騰上之際 高盛頻頻遙喜樂觀看多的大旗 繼上週高呼A古沒有泡沫 看帳戶心三白之後 短短一週內 高盛再度發表看多論調 清唱反調的都錯了 這場暴跌只是充滿了速度與激情的調整 而不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 高盛駐香港中國策略師劉敬津的團隊表示 A 古的去降江周期已經進行了三分之二 大盤古的價值已開始顯然